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没关系的 不一定的 就是小佛台实际上就是随缘的呀 这个不像佛台呀 不像佛台 他就是随缘的 他菩萨不是到小佛台上来 如果你要是真的小佛台弄得好的话 那菩萨来不来我不知道 可能会来 但是一般的小佛台的意思就是 不是恭请菩萨来 而是一个中转站 就是菩萨可以在天上可以看到 你收了香的时候 在念经的时候 菩萨会给你记录 就天上的天官会帮你记录 你在做好事 在念经 明白吗 明白明白 那所以是不是 在小佛台的前面如果不上香的时候 念经和没有小佛台的效果就是一样的 那当然很简单了 对不对啊 你举个简单例子 你有一个烧香 是不是互把神能够看见啊 嗯 对不对啊 你就是说 你说你心里 你心里有多少能量啊 嗯 对不对啊 不可能的 有的时候 人家说 一注香 那菩萨就来了 对不对啊 菩萨是关心你来了 知道你在求菩萨 明白了吗 嗯 明白了 感谢师傅 下一个问题 有些同修条件有限 没有办法设大佛台 又是在阳台烧小房子的 怕被拿走 然后师傅有慈悲开示说 可以白天烧 上清香 先念送三遍大悲咒和心经 求关心菩萨 再烧送 那请问师傅 这个是不是具有普遍性 这个方法 什么方法 就是说 师傅说可以白天烧 上清香 然后先念三遍大悲咒和心经 求关心菩萨 再烧送 哦 这可以啊 不可以的 嗯 就是怕在阳台烧小房子被拿走 因为师傅之前 先念几遍经比较好 嗯 好 明白了 嗯 但是还有同修 就是按此烧送之后 还是梦到了 他们家的阳台又睡了五个人 那现实中 家里刚好有五个同修 那请师傅解梦 又睡了五个人啊 对 就是梦到 他是在阳台烧小房子之后 梦到阳台睡了五个人 那现实中 家里刚好也是五个同修 嗯 那要看的 这五个人是他们这五个人不是的呀 又不认识的 对 不认识的 嗯 不认识的话 我们就是灵性了呀 嗯 没办法 没办法 那如果在等待设大佛台的过程中 那这个小房子的话是 能在阳台上烧吗 还是 点下呀 点下之后再烧呀 好 明白了 明白了 感恩师傅 下一个问题 最新的博客几篇佛子天地游记都非常的精彩 嗯 弟子有相关的几个问题想师傅慈悲开示 嗯 第一段的是斗战圣佛的开示 嗯 说红尘路霸的情节是错误的分享 大部分记忆是佛子在娑婆国土看过影视小说 以及其他乱七八糟的影像 师傅开示 再这样下去是下地狱的业 那请问师傅 我们不知情而转发过红尘路霸的同修的话 需要念礼佛吗 要 一般变数 我问你 我问你一句话 不知道做错事情要不要罚了 要的 好了 嗯 你今天哪一个人做错事情说自己是 觉得错的去做的 都觉得自己是对的呀 是的 好了 嗯 弟子也向师傅忏悔 弟子也不知道转发过 神经 那这个礼佛的 为什么不问呢 对不起师傅 嗯 嗯 那这个礼佛辩数就是自己念到心五皆地吗 还是有一个数量 一般吧 二十一遍吧 差不多了 好的明白了 那如果是写和编辑的同修呢 这个 什么叫什么叫写编辑 就是说 嗯 写这个红尘路霸的同修 他自己 他自己 这个礼佛的数 嗯 这个都没什么大问题 他们 他们自己如果写的话 他们就出大事了 业障了 他业障很大了 他等着吧 他都自说自话 你要记住了任何人不管做什么事情 你说你要做好事 就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一个医生只管开药方 不管病人吃了死活 这也是个好医生吗 你认为对的 你不如理不如法的 你说你还对不对 你告诉我 不对 好了 嗯 明白了 嗯 多战圣佛还开示 每当这位佛子在佛前忏悔自身业障时 乎法天神级佛不凡会调动佛子阿赖耶识 查看 然后托梦告知佛子自身的业障偏重于五界的哪一方面 那想请问师傅这个是具有普遍性吗 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佛子念礼佛的时候 菩萨会不会都托梦告诉我们五界的活肉的部分 一般的你求的某一件事情 他就会告诉你的 一定会告诉你 哦 嗯 一定会的 嗯 好的明白 感谢师傅下一个问题 第二段是关于地藏王菩萨的开示 里面提到地藏王菩萨手持摩尼珠 摩尼珠发出大金色光芒 照耀缩佛国土上空 包围整个缩佛世界 金色气雨飘洒下来 无数在地域哀嚎的众生得到佛菩萨精光能量加持 暂时停止哀嚎 那请问师傅这个 摩尼珠是不是地藏王菩萨的法器 摩尼珠跟你说每一个菩萨都有的呀 哦 你怎么不看的了 师傅曾经在白华佛法里面专门讲摩尼珠的呀 嗯 好 摩尼珠每一个菩萨身上都有的呀 嗯 就是你的物性呀 你的本性呀 哦 明白了 你以为是一个 你以为 你以为是一个 一个一个珠宝啊 哦 摩尼珠它是什么 摩尼珠是 用现在讲起来叫 表面上听起来是摩尼珠是 这个这个这个 比方说是好像龙公的鲁翼宝珠啊什么东西的 嗯 你如果把它作为法器 那么你就可以作为法器 你如果把它放在心里 那就是你的心中之宝啊 心中之宝就是你的本性啊 如来本性啊 嗯 那无价宝呀 听得懂了吧 明白了明白了 所以摩尼珠你表面上听起来 哦那是鲁翼之珠 实际上并不是说你念经的珠啊 它是讲的你心中的光灿灿 啊圆陀陀的那颗真正的佛性啊 它能画出无数的宝贝啊 无数的珠光宝器啊 听得懂了吗 嗯明白了明白了 嗯 下一个问题 很多人很多人对这方面 真的一听什么珠 哦 珠宝 不一样的 这它实际上 它实际上 它实际上是一种本性当中 所散发出来的光芒 所以它模拟住 它有各式各样的光芒啊 哦明白了 明白了吗 嗯 很多人在那里很傻的 对不起师父 上师父忏悔 嗯 下一个问题 4月11号的图层节目里 师父看到一个铜锈莲花掉了 然后就让它不要吃鸡蛋了 那请问师父 这个是不是就有普遍性吗 是不是说吃鸡蛋就可能会导致零花掉下 会啊 讲到底吗 你记住了 混的东西都有味道的呀 是的是的 你说你说鸡蛋的时候你有臭味不啦 有的 好啦 你为什么要放姜啊 为什么要放醋啦 嗯 这还不懂啊 反正 过去刚开始的时候嘛 菩萨慈悲啊 因为里边有很多的是不能付出小鸡蛋 就来不及大家一个个看嘛 所以基本上 刚刚开始吃醋的人还能吃一点 你到了后来境界高了 对不对啊 你看看它是活的呀 我就问你 你比方说你 你把这个鸡蛋放在外面 外面热了之后 这个鸡蛋就会发臭了吧 是的 那么为什么会发臭了 它活的呀 死的怎么发臭了 嗯 明白了吗 它每一个蛋孔 它一个鸡蛋外面的每一个表层 上这个蛋壳上面都有毛孔的呀 毛孔里边一个鸡蛋的一个一 就是皮肤啊 就里边的皮肤呀 细胞组织呀 明白 啊 明白了 好了 干是不是开始 那我们同学一般是 从先许愿不吃整个蛋开始 还是最好就直接许愿不吃 整个鸡蛋和所有含蛋的剧品 很简单了 嗯 你是先 先准备五届呢 还是先准备三届 两届一届 随便你的呀 明白了 明白了 你说我菩萨生 那你菩萨也蛮开心 哦 许愿了 你如果一下子许五届 那最好了 嗯 听得懂吗 明白了 感谢师父 然后还有同修 几年前有梦到有人问他要去西方极乐世界还是自胜道 然后他选择了一个对方就问他那你现在还在吃鸡蛋和牛奶 于是同修醒来之后就宣布吃鸡蛋和牛奶 看到了吗 看到了吗 西方极乐世界你这个鸡蛋和牛奶都都 鸡蛋是肯定不能吃牛奶还能再吃一点点 因为牛奶它毕竟它不是 它不是一个杀生的产物你听得懂吧 嗯 明白了吗 明白了 你看看当年佛经里面讲 对不对啊 佛陀也接受过那个牧羊女的那个这个奶制品的嘛 嗯 对啊 嗯 是 明白了 感谢师父下一个问题 同修念大悲咒序化解和另一个同修的冤解 那请问师父这个会对方对大家有什么影响吗 什么什么 对不起 对不起师父 就是他念大悲咒序化解和同修的冤解 啊 像 是 可以的啊 为什么不行啊 也可以的是吗 嗯 哦 好 那这个和念 哦 明白了师父 好 感谢师父下一个问题 请问师父我们平时可以简称经文吗 比如说准题神咒我们就简称说是准题 消灾几项神咒简称是消灾 有什么意思啊 哦 你觉得有意思吗 对不起 对不起 你觉得就超两个字啊 对有时候一些分享中就会写我的功课是准题多少遍就没有写完全 这样 这个是无所谓的 你平时讲的时候你要讲的呀 对 毕竟是尊敬呀 你也讲观世音菩萨 你总归要 总归要说 大慕大慈大悲 救苦救那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呀 是的明白 对不对啊 你当然好了 你说就观世音菩萨 那也好 那当然你说全称好啊 是的 明白了 嗯 感谢师父下一个问题 请问师父 呃 功课里 礼佛是先念功课还是先念自存 这个有关系吗 礼佛大忏悔文 是先念功课里的还是先念自存 礼佛 应该是功课 你每天功课要做的呀 嗯 就是先念完功课再念自存的 对呀 好明白了 嗯 感谢师父下一个问题 有些同修上香 舔香之后会用手将香上的一些火 煽灭或者吹灭 但是有些同学觉得这样不太好 请师父开始一下这样可以吗 煽灭好呀 用手煽灭掉呀 嗯 好的 明白了 因为嘴吹是不可以的 对这样不行 对不行的 嘴巴里面细菌也有 嗯 你看不见的 只能用手这么甩掉 或者用一个手把它删掉 哦好的 明白了 感谢师父 明白了 感谢师父下一个问题 师父有时看到洪秀的佛台会评价说很好 那请问师父 怎么样才能得到这个评价 是代表菩萨一定来了吗 对呀 庄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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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一个佛台的庄严 菩萨就会来 干净 你有的人佛台放的很好 边上是个卫生间 不会来的呀 哦 啊 但是有时候会说 随缘 这个 随缘嘛就是 你非要我讲干嘛了 哦 明白了 对不起是 你觉得小孩子 我一定要去 随缘咯 哦 妈妈爸爸叫你不要去 你一定要去 那随缘咯 没什么办法了 明白了 人家的孩子难弄了 非常难弄 没好处 对他们自己没好处 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 感谢师父 下一个问题 有同修分享说 如果感觉度人中 受到了不好气场的影响 念不动经文 可以烧给自己的要经者 针对念不动经的 不良气场的有缘众生 请师父开示 这样的祈求 是否如理如法 他念给气场不好的有缘众生啊 他是抬头还是写给自己的要经者 但是他祈求就是说 是针对他自己念不动经的 不良气场的有缘众生 最好不要吧 情况你不知道给我增加能量 应该这样 明白明白 什么事情从正能量方向去求 是的 不要从负能量方向去求 嗯 你比方说同样一句话 请观世音菩萨 让我增加能量啊 保持啊 菩萨佛光普照 那你这个观世音菩萨佛 这个我身上有很多可能会有很多灵性啊 对我念不动经啊 你帮我把这些灵性去掉 本来没的 人家来了 是的 明白了 明白了 感谢师父 下一个问题 有些同修许愿把自己的寿命 的几年或者十几年给师父 你想请师父开示一下这种情况 我们应该怎么去跟他们说 首先师父对他们这种尊师重道的那种感情 师父表示感谢感恩 嗯 他们发这个愿 实际上愿力就是这样的 你好的愿力并不是 并不是说一定会啊 你有好的愿力并不是说一定会实行的 嗯 但是你有好的愿力 代表你有好的功德 善的功德 嗯 你们如果啊 比方说有这方面的发愿 其实菩萨要看的 你比方说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好吧 我们大愿地藏王菩萨 他发愿 地狱不空 师父成佛 地狱空了吗 没有 好了 他成佛了 对不对 嗯 那么你们说哎呀我要给师父受 啊 啊说我要帮师父 你这个愿力出来了 但是你不一定就给师父受 因为师父的受比你说不定还好呢 是 对不对啊 对 但是他有这个愿力 就小孩子 妈妈 我 我把我的钱交给你 增加家里开销吧 你拿出来的罐头里那一点点储蓄的钱 还不够爸爸妈妈工资的一点零头呢 嗯 但是孩子如果有这种心理说爸爸妈妈喜欢吗 会的 他有功德吗 有的 就是这样 嗯 对不对啊 但是因为你是众善奉行了 这是善的 但是呢师父也是在这里提醒大家 尽量 不要这么讲 因为这么讲的话呢 至少对自己啊 是个考验 因为你做不到 嗯 你说不定你做不到的话 说不定真的会减掉一点 啊你如果完全是正能量 我真的要给师父怎么怎么 诶 菩萨就保佑你给你增加你的寿命啊 都会这样的呀 你就像师父 我有这么大的愿力 我帮着这么多的苦难众生帮他们背 你看菩萨整天帮我消夜 关心菩萨 嗯 明白了吗 是的 好了 下一个问题 同学梦见先生怀孕 还想男人怀孕可是大新闻要出名了 现实中他是刚刚给许愿给自己打开的 孩子小房子 那请师父节目 这个是不是说明这个 孩子可能也在先生的身上 对啊很简单的 因为他先生 他老婆打他们是 很多都是男人叫他打的呀 嗯 很多男人嘛就是啊 是不是呀 一看生孩子拿下去打掉 嗯 所以女人们就是愚痴啊 听得懂吗 明白了 那师父这个近赞的话要怎么写 还是给他 还是给他 女同修自己还是给他 先生 名字的孩子 现在在他身上 就应该给他先生了 哦 因为已经做梦梦到了 梦到已经这个 这个小孩子已经跑到他先生身上 就是抱他先生 不抱他老婆了呀 嗯 哦 明白了 感谢师父 下一个问题 如果可以选择的话 有些考试是可以选择时间的 都可以 都可以 哦 晚上嘛安静 但是有些人嘛 适合于白天 嗯 好吧 嗯明白了 你要快点啦 给你讲的太多时间了 好 人家打不进电话了 最后读一个分享 可以吗 可以 好 嗯 嗯 从节目录音中 吸取智慧与能量 顺利解决棘手问题 今年我们红法方面遇到阻碍棘手难办 苦于找不到解决方案 一度让我心情跌宕起伏 难以平复 这时我想起了师父的开示 转了平时红法度人方面的功德 并刻了108个响头 但是问题暂时没有转机 当时我的心有点稳不住了 这使微信群里一个同修发的师父 今年在心理法会上的开示 敲到我的眼前 遇到事情越紧张 越容易坏事 越看破越放下不执着 反而越容易成功 真像师父说的 我的每一句话都要听 看到这个开示后 我仔细梳理了一下事情脉络 担心自己在处理这个问题上出偏差 于是连续念了三天百号佛法 虽然问题没有解决 但心已经平复下来了 这时我又想起师父说过 拿不定主义时念21变心经问菩萨 于是我上大乡 把我们遇上阻碍跟菩萨说了 问菩萨 我们应该怎么做更好 宝物是流还是退回来 念完了21变心经 又磕了13个响头 真没有想到 菩萨很快就赐予了我智慧和能量 让我灵机移动成功的拨打了一个 至关重要的电话 得到了一个贵人的及时帮忙 他把宝物承接下来 还不收我们的储存费用 让我们避免了几万元的损失 真是让我感动不已 师父讲过 当你帮助别人时 菩萨的力量就在你身上 这么棘手的问题出现后 我和师兄们自始至终都秉承一颗 智诚之心在弘法度人 所以事情才得以顺利解决 这次再次验证师父的开示 真实不虚 更令人发喜的是 由于这个贵人帮我们承接了宝物 做的大功德 有一次 这在一起的三家办公室 两家被盗了 却唯独他放宝物的办公室 没有被盗 免遭一劫 师兄们 当你们遇到问题迷茫不定时 也按照上面的方法试试看 不管是转功德念白话佛法 送心经还是佛前磕头 都是用我们的深口意在不断的聚集正能量 与佛菩萨进行新的交流 只要我们求的是正的 菩萨必应有应 或许菩萨瞬间给我们一个灵感 遇上一个贵人 再看似无处下丑的问题 就轻松解决了 再分享一下播放器度人的法喜 一个同修结缘到海量内存 专体型播放器后 先是发给精进的师兄们 让他们去找那些找借口 没有时间念经的同修 先是跟他们聊聊 如果还是想念经的 就结缘一台播放器给他们 现在已经有很多熟悉的师兄 又开始精进念经了 分享中如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 请关心菩萨和护法神原谅 请师父指证 嗯 很好 这些们都是菩萨显灵的呀 嗯 众善奉行 菩萨一定会加持的 好吗 感谢师父 好 弟子今天的问题先问到这里 我们自己的业障 自己背不让师父背 请师父保重伐体 我们都很想你 也请师父驾驶大家平平安安 广开智慧广度有缘 感谢师父 师父再见 喂 您好 师父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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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给师父请安 给菩萨请安 嗯 谢谢 喂 您听得见了吗 师父 听得见 听得见 好久好久没打通了 师父 嗯 请讲 师父 我们非常想您 非常想您 谢谢 谢谢 呃 师父今天有好多问题要问一下 呃 稍等啊 师父 您先休息一下 我找一下问题纸 呃 呃 师父请问一下 呃 就是家里边03年到至今搬了十多次家 都是租房 那么对家里边这个运程是否有影响 师父 搬了什么 对不起 嗯 搬家 搬了好多次 搬了十多次 对什么 呃 呃 呃 就是对家里边的运程是否有影响 呃 经常搬家不稳定呀 是 是不是太好的呀 嗯 嗯 哦 就是搬了对师父是否对家里边的一个运程是否有影响 会有影响的呀 你一个地方坐得住 那你如果这个地方风水好 你当然不能去搬了 如果你觉得这个地方风水不好 你当然要搬了 搬了哪一个好的就不要搬了呀 明白了吗 嗯 因为由于呃 一些的原因 所以说经常的呃 呃 搬家 就暂时的所以经常搬家 嗯 至少说到了一个搬这一新家地方 你至少说先要把 菩萨像立起来的呀 明白了吗 嗯 明白明白 嗯 嗯 师父还有就是说今年 呃 师父因为年初的时候开示过就是 心脏和 肾 肾 肾脏 还有这个 肺 讲过的 对 讲过就是心脏 师父因为今年 呃 因为包括我包括很身边的好多人也是 但是今年明显感觉心脏不是太舒服 呃 有的时候心跳加快 然后有的时候因为血压高 引起一些心脏连带的就是相辅相成 所以很难受 这个应该 呃 除了吃这个单身片 父方单身片 还有这个缝眉扣食 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方法 锻炼 锻炼走路 必须走 每天必须走二十分钟 每天走二十分钟 一边走的话一边念心经 嗯 心经能够帮助你 多念心经 求观世音不再帮助你 心 心脏能够好 念心经呀 心经就是 就是治你心脏病 你想想看很多的人 人的灵体上的病都是由兴起的呀 害怕呀 是的 恐惧呀 啊 失落呀 都是心理呀 心理作用呀 当然你时间长了 你的心理负担太重了 你的心脏就出毛病了呀 嗯 明白吗 是的 是的 就是今年感觉明显的 因为平时可能也是心脏不是太好 心脏功能不是太好 但是没有那没有那么强烈的感觉 今年就感觉非常明显 还有吗就是 自己要多喝水 多喝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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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嘛 如果你要是感觉到实在胸口才闷的话 你还可以吃一点 吃两粒那个 一天吃两粒吧 吃两粒那个保心丸 保心丸 就叫保心丸吗 师父 色香保心丸 色香保心丸 吃的这个之后会舒缓你的 你心中就不会闷气了 嗯 哦 好吧 呃 以前生态开始过有一个生松 养心丸 生松什么 就生松养心丸 对 生松养心丸呢 那它是帮助你呢 啊 扩张血液 啊 心血管系统 不要让它堵塞 不要不要闷 你也可以试试看的 嗯 嗯 不过这两种要跟 单身跟它是不一样的心脏 心脏的素质的人吃的 有些人吃了生松之后呢 很舒服 有些人吃了不舒服 还是吃单身片 明白吗 嗯 你可以试试看 如果你觉得 生松好的话 你是属于 另一类心肌 心脏的心肌方面的 心包炎啊 像这种病 如果你吃的单身片好呢 可能冠心病 明白了吗 嗯 你要你要经常要走路 要深呼吸 再教你一个 心脏很不舒服的时候 你就嘴巴抿着 往往嘴巴里 吸 往里面吸 吸到顶了之后 病大概一秒钟 二两秒钟 然后慢慢的吐气 吐水 吐出去 你这样的话马上就舒服 我现在教你啊 你现在跟我一起来 你看 你把嘴 嘴 嘴闭上 然后鼻子深呼吸 往里面吸 好 慢慢吐 心脏舒服吗 嗯 再来 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 一 二 吸到底 慢慢的吐出来 吐到底 吐到底 听懂吗 嗯 吐到底之后 实际上它是增加你心脏的那个活动力 就是那个 就像人家心 人体不是在走动吗 心脏也是锻炼之教 好吧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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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舒服一点的 很闷的时候就这样做 实在很闷 还有吗 就是擦点万斤油在鼻子这里了 还有吗 就是有的时候 可以用一些好的万斤油 嗯 可以擦在心脏边上 如果放射到后背痛 可以在后背这个地方擦一点 风油筋万斤油 会舒缓你的心脏的 嗯 好吧 好好好 感恩师父 感恩师父 就是那就是很多人心脏不好 也是因为这个高血压引起 会的 高血压因为师父 我现在因为年纪也不是很大 因为现在属于中年吧 然后 爸爸妈妈有 但是说岁 爸爸妈妈有没有 然后现在血压还高 我就问你 爸爸妈妈有没有 父母没有 没有 血压高有没有 有 好了 如果有的话 我告诉你 你记住了 很多血压高 全部都是遗传的 哦 所以你讨一讨不着 因为我父母没有高血压 没有高血压的话 那就是你 长期累积的压力啊 哦 你自己经常累积啊 因为现在的 过去的父母亲 不像我们现在 这么压力大 对 现在的年轻人的压力 可不是像他们过去的 压力非常大师父 尤其是工作方面呢 还有很多很多生活方面 真的是这样 现在的节奏快啊 节奏多快 对对对 过去他们 现在这个社会节奏太快了 他们现在八个小时做完 又不动脑筋的了 嗯 是是是 哈哈 这个该怎么办呢 平时是 你就是减缓压力啊 减缓压力啊 减缓压力啊 减缓压力的话 就一个念心经 因为念心经的时候 你就不会想了嘛 嗯 第二个嘛 我就刚才教你的 吃点药啦 做做深呼吸啦 走走路啦 嗯 然后要看看笑话啦 当你当你笑一笑的时候 你的心肌就放松 心肌放松 就不会压迫心脏啊 你的压力就会减轻的呀 所以为什么笑一笑 笑一笑 实际上讲的是 心脏压力的减低呀 是的 明白了吗 嗯 明白明白 那师父呢有的人 有的同学就是说 天生可能天生就是 就像凑理不顾 为气不顾 这种就是说 平时底细不足 就小的时候就是 比如说加上脾讯 加上精气神 天生就不足 这个应该怎么办 精气神不足的话 天生精力不足的话 第一跟他爸爸妈妈的 身体有关系了 身体素质 爸爸妈妈如果生他的时候 身体不好 明白了吗 啊 如果身体不好 他这孩子生出来 身体就不好 如果他孩子生气好的话 爸爸妈妈 应该生他的时候 体质也非常好 所以检查很重要 人没有精神有两种 一种就是他对一些事物的 从内心来讲 对事物的希望不大 没有怨力 没有一种心力 压力沉重 啊 生活紧张 那你就潜在的负能量 雅健康就开始了呀 对不对啊 啊 你所以有的时候 要懂得怎么样去检查的话 你就自己经常认知自己 升起的每个器官 每个部分 心脏怎么样啊 肝怎么样啊 肾怎么样啊 肾脏怎么样啊 然后 全方位调整 该睡觉的睡 啊 该吃东西的吃 不要有太大的压力 啊 这样的话你就会让他免疫系统 得到正常的发挥 他就会调节你的脏体功能 那就不一样了 明白了吗 啊 明白明白 啊 感恩师父 你看你讲话的声音 你看你讲话的声音 你就是 所以你的心心态 比较比较压健康的 你看你总是 总是垂眉 这个这个垂头上气的讲话 哦 嗯 这个 你看我跟你讲话声音不一样的 你看我都往上提的 我有 我有 我把自己身体调 调到最佳状态啊 嗯 你没有把自己身体提高到最佳状态 你会 你觉得你会生心脏病 你觉得你会身体不好 你身体不好 会把它改变的呀 很多东西 人的体质会一直在变的呀 对不对啊 啊 有什么好 有什么好担心的 菩萨 就是你身体一塌糊涂 菩萨不让你走的话 你照样活着 很多人 人家说的老病鬼 就是不走啊 哈哈哈 是 是的 大恩师父 嗯 师父曾经开示过说每天六点八点 菩萨来或者是十点十二点 后来补充开始还有下午的四点六点 或者是晚十点 嗯 那么我们只要是保证这些时间香是燃着的 那么加上缘分具足 那么就能 呃 菩萨就能到家里面来是吗 一定来的 嗯 那早上的六点八点那是百分之一百 哦 啊 六点八点 啊 嗯 那个如果低 那个到了 到了晚上的十 十点钟也是百分之一百来的 嗯 那么接下来有几个时间呢 可能来可能不来的呢 就是早上的十点钟 还有下午的四点钟和六点钟 嗯 嗯 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 嗯 呃 师父比如说一个人就是说他弟子正上是改名的那个新名字 然后他这个这个人已经退休了 他用的这个不多就别人也不叫他他自己也叫的很少 然后这个名字现在有点就是这个新名字已经升文两次了 升文两次 然后新名字旧名字之间还是有一些 就是一些感觉上不是特别的灵动 嗯 这个该怎么办 师父 感觉上灵动不叫啊叫一要叫一百天哪 叫一百天啊 嗯 就是其他人叫的不多 他只能是自己在叫这个名字了是吗 是啊 其他人叫的不多靠自己叫了呀 嗯 如果你其他人叫的多你自己可以不要叫很多你没人叫的你就自己叫了呀 你改了个新名字就自己叫呀没办法的呀 你比方说我啊谁谁谁我谁谁就这样呀 把前面加个我字就好了呀我某某某 嗯 对不对啊 嗯 那就是有的同学如果是他改完名新名字之后 他又呃发现这个新名字没有以前好或者说是不太喜欢这个新名字 但是他的弟子正上又是已经是新名字了 然后也改名声文了 这个该怎么办 改回来啊 哦再改回来 哎不喜欢吗再改回来啊 也是同样做改名声文 同样做改名声文一百天啊 哦 嗯 嗯 那那弟子正上如果是这个新名字了该怎么办 弟子正上啊 对 新名字啊 那就再改回来啊自己打一个打打一个新的名字贴上去啊 哦 嗯 听得懂吗 那就好 嗯听懂听懂 嗯 呃师傅就是每年的头香上头香的时候求的三个事 可以在这一年的每一天上香的时候 就说或者是大日子的时候重复一遍吗 就上头香的求的三个事 可以可以可以 哦 可以好 还有 天天都可以求 嗯 不一定要大日子天天求 还有就是 师傅你稍等一下 出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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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还有就是 神经病体 而师傅取愿吃全素的人会有什么现实和更深远的影响 啊 吃全素的人 第一身体健康呀 干净呀 不容易得各种各样肠癌呀 啊 食道癌呀 像这些东西胆固成膏啊 啊对不对啊 你过去 你过去你看看 现在开刀 他帮你羊肠腺线一缝 他帮你羊肠腺一缝 用不着拆腺的呀 跟活肉跟死肉长在一起的呀 对不对啊 但是他这个羊肠腺他是 他是经过消毒的呀 啊 但是一般的 你吃荤的人 你晚上吃的鸡 鸡在那里 他拉不出来的话 便秘的话 一个礼拜之后 他就跟 跟你的肠子的肉 死肉跟活肉长在一起了呀 长在一起之后 接下来一动手术把你好的肠子要剪掉一大段的 肠 接在那个肠子上就叫接肠癌呀 就是接肠了 接在肠子上了呀 这个脏的呢 动物太脏了 你动物的肉你敢吃的 你说猪睡在哪个地方啊 猪边上多少脏的呢 他长出来的肉你敢吃 对不对啊 他吃了饲料你敢吃 你胆子太大了吧 你说说看 吃什么身上就会有味道的 人家吃咖喱身上就会 毛细孔就有咖喱的味道 你吃这种臭的那种肉 你放在冰箱外面马上就发臭的 对不对啊 你敢吃不了 那就是说吃全素的人 他对于深远的影响 比如说对于下意识的影响 下意识在投胎之后的影响 那就是干净啊 这种人投到有钱人家里的呀 因为他的慈悲呀 他不吃素的人慈悲心呀 你对不对啊 他有慈悲心 他能够放下很多东西 放下很多东西 他这辈子我不吃众生肉 下辈子就不要去还众生债 就这样了 我们人跟人已经戒约了 还要跟动物去戒约 对不对啊 是的 也是一种 就是说功德和福报 对啊 你去吃 你去吃人家的肉总不对吧 对不对啊 谁都知道啊 对 那要死了你还去吃人家的肉啊 对不对啊 嗯 好了 师傅有的就是自存的 有自存的小房子 自己念的和结缘的小房子 你应该先烧哪一个 随便了你要看的呀 你自己看的呀 好吧 嗯 师傅家里边的佛台是敞开式的好 还是说佛堪式的好 都可以 看你家里有条件 大 就敞开的 小 那你就佛堪式了 嗯 好的 和师傅 和菩萨和师傅忏悔一下 因为弟子做了很多很多的事 对啊 我将会继续的忏悔 继续做功德 嗯 来继续忏悔 嗯 好吧 好 嗯 那就这样 师傅呃 稍等一下就是 呃 稍等我 然后我妈妈跟你说一句 你给他开始 师傅好 你好 嗯 你好师傅 我给师傅请安了 嗯 谢谢 师傅 师傅 师傅又做 做不对的地方 师傅我要好好忏悔 对啊 你也很能干 但是能干不一定做的对 听得懂吗 小丫头 嗯 明白了吗 因为你很聪明 嗯 聪明不代表有智慧啊 聪明是计量利弊得失 智慧 那是能够帮助别人 能够让自己得到善的回报的 这叫有智慧 明白了吗 嗯 嗯 你自己要听话了 一辈子我行我素 很厉害的 啊 你先生欠你很多 所以他来还你的 对你特别好 你要学会听话 现在这个世界上 没人肯讲你不好的 只有师傅还能讲你几句 你已经 是 你要不我讲你的话 你说你哪个人讲话 你会听的 你不骂是他呢 你以为师傅不知道啊 你要改了 小丫头 一个人没人讲的话 是会出事的 明白了吗 明白 啊 怪一点啊 自己要记住了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 多被 多让人家讲讲 等于多照照镜子 因为现在的社会 谁都不愿意讲别人不好 讲别人不好 不要被人家骂的 对不对啊 对 你说我讲你不好 你说不定电话一挂你就骂我了 不能 对不对啊 不能不能 但是没有这个 多讲我几句师傅 多批评我 批评你们就是 已经跟你讲了 气量要大 要学会包容别人 宽容别人 圆容别人 三容 听得懂吗 你想想看过去你做事情 人家原谅你的你多开心啊 但是人家在你这里 人家对你不好的做错事情 人家跟你怎么说赔礼道歉 对不起 你坑原谅别人吗 很难的 嗯 这是你的毛病 听不懂啊 嗯 谢谢你啊 我一定要改 要改的 我谢谢你电话挂了 不骂我 我相信了 今天不会骂的 哈哈哈哈 不会的不会的师父 好吗 乖一点呢 要做师父的好弟子啊 人在做天在看 菩萨都看得到的 你算有善报 恶有恶报的呀 所以你有的时候 你气量大 人家也对你好啊 对不对啊 嗯 就是不肯承认自己气量小 世界上很多事情 你不承认也是这样 你承认的也是这样 你还不如承认呢 你还能改呢 你不承认的话 你救命你不愿意改啊 小鸭都听懂了吗 听懂了 我一定好好忏悔师父 太倔了 你太倔了 一生太倔了 倔的孩子很容易闯祸的 明白了吗 自己给自己找麻烦的 不要太倔呀 好吧 嗯 听话 好 好了 感恩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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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菩萨 然后师傅 您一定保重好身体 早休息每天 好 然后全世界的佛友都爱您 我们爱您 好谢谢谢谢 再见再见 好的师傅 好 喂你好 师傅好 第一次给师傅请安 师傅幸福了 先给师兄们问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家里如果没有大佛台的话 早上可以在小佛台上 向新乡请安吗 可以的呀 可以的 那可以在早上六点以后 在小佛台叫魂吗 都可以的 嗯 都可以 你没有大佛台 你只能在小佛台 你问我干嘛 没有办法 你有小佛台总比没佛台好啊 诶 诶 诶 好的 感恩师傅慈悲开始 下一个问题 有位师兄他以前不懂 许愿了十万遍姐姐咒祈求消除我们法门于有缘众生的恶缘 之后愿有缘众生于法门结下善缘 许愿了之后梦境不大好 之后又听到师父说开始没有这么大的愿力和能量 就不要许这么大的愿 他想问师父可以把这些求菩萨把这十万遍姐姐咒转化为此化解自己的恶缘呢 求有有个更利于学佛念经弘法度人的外环境可以吗 可以的可以的 哦可以 哎好的 嗯 下一个问题 有一位刚刚刚刚度的新人但是还没开始念经 可以给四十九天内的亡人放生吗 可以 哦那如果可以的话去帮忙放生的师兄会悲咽吗 会 哦 悲得少 哦 好的 那就跟菩萨妈妈说一下是吧 嗯 哎好的 嗯 感谢父自备开始 嗯 下一个是 嗯 之前有一位师兄受到了几位护法菩萨的开示 也去秘书处也得到了师父的验证 我在里 我在这里给大家读一下 师父您也休息一下 嗯 不要了吧 不要了吧 嗯 验证了 可以了吧 你挑一下吧 因为没太多时间呢 好吧 哦 哦 因为有些要教育弟子的你可以念一下 好吧 嗯 这比较有用的 以后要再录一下 因为现在这方面菩萨是开示很多 现在因为天 天 天像他是末法嘛 嗯 所以很多菩萨都下来救人了 所以他们会开示很多的 基本上都是劝人为善正能量 明白了吧 是是是 嗯 如果秘书如果秘书都已经验证过了 我就觉得 我就觉得你挑选一下吧 不要全部念吧 哦 那我就挑选 嗯 两五两位菩萨吧 嗯 也不是很长 感恩师父 哎 哎 呃委托菩萨开示 末法时期 得益这么好的法门 不休也罢 还要去诽谤 断仁慧命 天网灰灰 疏而不漏 有因必有果 不要以为诽谤没有果报 那我委托告诉你 凡是诽谤正法者 断仁慧命者 得无间地狱果报 根据夜报 惩罚去不同道 现在不报 时候未到 不要傻傻的以为 诽谤没事 等你到关节时 一起清算 到时候 菩萨都救不了 即使醒悟 还有的救 恶果成熟时 咋已 嗯 二龙神君 无名造下生恶业 不争你师卢君红 有福气得文正佛法 要好好珍惜 自己没有修好 还要怪你师父 还要怪心灵法门 不灵验 你看看你的良心何在 自己愚痴没有修好 还要反过来说你师父的不是 这种人天地唾弃 自己业障深重 不知道反思自己 到头来还要诽谤你师父 这种人实在是悲哀 心灵法门的佛子们 好好修吧 你师父很不容易 好好珍惜法门 好好珍惜你师父 冬月大帝 我乃冬月大帝 今日传来开世 你师父呕心沥血的 为你们这些佛子们好 你们自己不好好修 恶果业障来时 自己功德 必应不到自己和家人 道怪起你师父 诽谤你师父 这种人我冬月大帝 最痛恨 我冬月大帝 会记录你们这些 诽谤正法的人 拜到果报来时 为时晚矣 往心灵法门的佛友们 好好修 我冬月大帝 会护持你们 护持心灵法门 师父 那我就先读 这几位菩萨的开始 因为 因为菩萨很着急啊 天时不早啊 你说 为什么他说到节来的时候 一起报啊 就是没到节的时候就说明 已经把你记录了 但是一到节的时候 他就全部翻帐啊 翻出来了 明白吗 是的 是的 是有这么说 因为其他几位菩萨也说 你看看你 这几年还过得挺好 你再过几年 你试试看 还有多少快乐日子 对啊 人就是这样 他无常呀 他在这个世界上 是属于无常的呀 明白了吗 嗯 是 呃 师父 其实当中有位菩萨 也开始到 尊师重道的人 得天地 喜欢 凡事顺利 尊师重道 那天地认可 成就功德果位 嗯 师父也说过 尊师重道是个大愿力 嗯 谁哪位菩萨讲的了 嗯 是 是 是观地菩萨说的 啊观地菩萨 嗯 嗯 很厉害的 观地菩萨 你要知道啊 他都是大护法啊 不得了 菩萨是看你们 对师父的诽谤 他们是非常伤心的 因为你想想看 一个像我们小孩子的时候 读书的时候 两手放在后面 对老师上课尊重的不得了的 怎么可以诽谤自己的师了 师父和老师啊 不可以的呀 嗯 是的 是的 嗯 弟弟也根据之前各种开示 大致总结了一下 嗯 尊师重道 不知道可以吗 就是有关于一门精进 还有听师父的教导 呃 并且严格遵守 呃 被师父说的时候 就要有则 借之无则加勉 呃 要一日为师 终身为父 事实如佛 听师父说法要专心 不能开小差的 师父您看还有什么 嗯 有low的吗 就是最主要问题就是要学要好好的学 就是一门精进呀 你跟着 既然跟着师父有自己的师父老师了 你为什么不跟着老师好好学了 对不对啊 嗯 就是这样 嗯 嗯 那师父如果说护持法门来说 这算不算也是一个尊师重道的 是的绝对是的 嗯 人家比方说人家不了解这个法门 你去护持 你说这法门怎么好 这也是功德无量 嗯 如果别人在诽谤你说你不能乱讲的 嗯 你这样是造口验的 那你也叫护持 那也是功德无量啊 嗯 听懂了吗 嗯 嗯 师父这样对于这个尊师重道的大愿啊 大家也都想做的更好 但很多师兄现在也在家不能经常来看师父 呃 应该如何能更好的做到尊师重道 看呀很简单 尊师重道 你把师父的开示 你发给你所有认识的人 或者发在你自己的群上 给大家能够分享 这都是尊师重道呀 嗯 你不尊重师父你会发这些东西的 你觉得我师父讲的很好 你才发的呀 这不叫尊师重道啊 是的是的 你要跑到我这里来喂我饭啊 才算尊师重道啊 对不起师父 听懂了吗 好的 看来师父 再开始 那需要像之前有一位师兄在那个分享中 就是电话里分享 尊师重道是他走出三年的夜 三年以来的业力大爆发困境的师兄一样 他是一波一波的许一百零八变的礼佛来帮助自己提升 我们一般有没有这个需要 需要来这样来帮助自己 消除尊师重道方面的业障 如果你已经有业障了 你必须消除的 必须要念的 嗯 你已经曾经说过 说过对师父不好啦 或者对法门不好啦 你这个业障已经记录了 肯定百分之一百记了 嗯 这个就是说最反叛的一种不好的东西 你比方说你跟这个老师在学 你的背后整天骂老师不好 人家老师教了你呢 你小学的老师 你的ROO对不对啊 嗯 这个拼音字母都是他教出来的 你说这个老师坏人 怎么样怎么样 这时候说他不好 教的不准怎么样 你这种就是不尊师重道啊 所以为什么孔老父子说吃道要尊严呢 嗯 对不对啊 是 好了 那是不是比如说大家以前 比如说开法会的时候太困啊 这种不小心睡着了 或者 都是的 都是的 那还是需要 我们的弟子要是听师父的话 这把半斤油插插行也得听着 有的孩子就吃喝咖啡 你要知道啊 你师父讲一次不容易啊 讲一次少一次 大家你说人家在上面讲你在下面打瞌睡 你就是个领导 你这样对人领导尊敬不尊敬啊 是 那如果以前在法会上这种太困不小心睡着 或者是开小拆像这种针对 大家应该比如说念多少 随便 随缘随缘了 你这个人就是啰嗦 对不起 你这种事情 你自己念几遍门 念到心无戒地 就可以了嘛 好的 对不起 你一辈子就是啰嗦 所以你一辈子就搞不清楚 所以你跑到 跑到人家移民代理这里 人家移民代理也会嫌你烦的 左问又问 左问又问 有些事情你自己想好了写出来 问个几个问题 马上自己就明白了呀 好的 真的懂不了 没脑子的 像你这种人不动脑子的 对不起师父 嗯 嗯 像之前那个二郎神君向来是正义的象征 之前节目中也有提到陛下圆经请二郎神君来保佑我们社佛台 观世音菩萨也说过二郎神君天地之间威望甚高就连悟空也怕他三分是否二郎神君菩萨是不是现在也成了我们法门的一位护法菩萨 不是法门的所有的政法他们都护持的呀 哦哦 嗯 你说你说你说好的好的法官他正门护持护持这个这个地区的法法律呀他他全国的法律他都护持吧 听不懂啊 嗯 明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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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还有位师兄梦到过二郎神君他说跟电视剧里的一点都不一样 说他穿着金色的铠甲那个光出来是非常有灵气的光 那当然了 他很厉害了 嗯 他这个 他这个阿朗神君是能够防止水灾呀汉灾呀有关的神啊 嗯 他这个是非常非常的过去我们道教也好中国的民间信仰也好 他是属于非常受尊重的一位神和菩萨 嗯 你明白吗 嗯 他是他是专门守护啊守护大地啊啊庇佑那些啊这个这个我们民间的那个那些啊这个正义的东西了 所以大家碰到一些不开心的事情就求他了嘛 嗯 嗯 因为他他的神力也是很大的啊 是的是的 你看他这个眼睛当面当中那个这个三只眼第三个眼睛多厉害啊滑一道光出来明白了吗 嗯明白 我感恩师父子被开始那你关于东越大地位居五岳之首指导幽明地府十八才地区 你到底想干说什么啊 嗯嗯 师父也有开示说梦中如果呼吸不上来就是比如说人家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是一直想想吸吸吸不上气接不上来要很大的呃意志力才能把这口气给接上而师父说是是不是就是心脏不好是吧 是晚上喘不过气来就是心脏不好血压太高啦血糖太高啦胆固醇太高啦心脏嗯气气短的话就是血脉不合啦然后就是血液循环系统出毛病了呀 哦 所以半夜里就会气喘不过来而且还会因为你的气喘不过来还会做梦还有一种就是拉到下面去惩罚就让你气喘不过来你醒过来你就以为心脏不好实际上就不过来 他就对你惩罚了哦明白那如果像这类情况就是不管是心脏还是拉下去就是还是先念礼佛是啊哦 你赶快要先念礼佛而且要一般的碰到心脏不舒服做两个事情嗯一个嘛就是测血糖还有一个测血压嗯嗯只有血糖跟血压 他会啊把人啊会弄弄弄弄成不好你听得懂吗嗯那心脏会不舒服 嗯嗯好的感恩师傅慈悲开始呃有师兄梦到一位用心法布师的同修在人间发的每条法布师天上都有一位护法接收并在他天上的小店里一一展出就好像天上开了一家法布师的风店呃 用心法布师非常厉害呃 法布师内容受到护法菩萨的保佑并被护法记录 请问师傅这个呃梦境是真的吗是的很多的都是真的 现在很多下来都是真的哦 哦就就天上我们在嗯就人间法布师天上他们也会记录之后并把这些法布师斩出是吧 会的很厉害的很厉害的嗯明白了吗明白嗯师傅有位师有位师兄啊他说他呃学佛五六年了但是跟有夫师父同居他梦到一个清修的师兄跟另外一位异性很暧昧 请问师傅这个梦是确重说这位佛有的呢还是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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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会 两个人都会 哦 两个人都有问题是吧 哦 那哦 明白 那这个梦是真的 就是说都是提醒他们两个人 对 一定出事的 这种这种事情一定出事的 哦 明白 嗯 嗯 就是没有话讲的 我告诉你 只要你乱搞的话 天上都帮你记住了 嗯嗯 明白了 好的 让他自己听录音 感恩师父所以开始 嗯 有位师兄问 他说师父有开始过 男人属羊 女人属阴 男人是七宝之身 女人是五漏之身 他想问可否通过穿男块衣服 来增加自己的阳气 那么如果男人阳气太足的话 叫他穿裙子好了 增加一些阴阳调和好了 嗯 对不起 嗯 嗯 好的 感恩师父 师父有一位师兄现实中 一直在求菩萨改名字 之后他梦到晚上一直在念经 突然有拿到了一张纸 不知道是谁给的 之后纸上有个表格 他在我姓名这边找到了一个名字 叫 呃 叫羊 陈瑞羊 呃 之后旁边括号里写了他现在的名字 之后后面是出生年月 是非常清晰 呃 之后梦就醒了 醒来之后就觉得很开心 之后但是他梦中的名字是姓羊 梦里的名字是姓陈 请问师父他是需要改名字吗 连姓一起改吗 姓不能改的呀 如果他爸爸姓羊的话好的话 对不对啊 嗯 就没事啊 啊 很好 比方说很干净啊 他爸爸没什么事情都没问题 如果到他妈妈好比他爸爸好就改可以改到妈妈名字 嗯 如果出个死 对不起 就是夫妻两个人如果离婚的话呀 嗯 很多孩子喜欢用改成妈妈的名字 有的时候改成爸爸的名字都有的呀 离婚之后 那你要看的呀 爸爸如果条件各方面都好的话 你当然借爸爸的光了 嗯 如果如果妈妈 如果妈妈这个这个运程好的话 离婚之后当然改妈妈了 不要去离爸爸了 明白了吗 嗯 明白 那如果他梦到的这个信也不是家里人的信啊 啊 那么上辈子能 嗯 哦 那只有改后面后面两个名字是吗 对啊 啊 不要改 哦 哪有信意去改的 你开什么玩笑 哦 哦 嗯 好的 改 人家说改信嘛就是改祖宗呀 啊 是 啊 你是祖宗传下来的呀 名嘛随便起的呀 信不能乱随便起的呀 明白了吗 嗯 好的 诶 师傅再问最后一个梦吧 呃 有位师兄在那个法会上之后 呃 他就感觉那个呃 从裤子里拿出来一个水果 但这个水果特别大特别新鲜 之后他就感觉自己身上是穿了一色那种出家的黄色的黄袍 之后就感觉跟法师和师兄们在等天气之后 他就吃着这个水果感觉口感像连雾一样的那种清甜感 请问师傅这个是什么意思 哎 好的 好事情 哦 凡是吃新鲜的东西都是好事情听得懂吗 嗯 但是他是从裤子里拿出来的 你说跟裤子里跟口袋里拿出来有什么区别了 哦 好的 他又不是说梦中拿了自己的什么什么东西从什么什么部位拿出来的 他就是这很正常的呀 嗯 听得懂吗 哎 你不管了呀 这个不管了呀 反正反正新鲜的都是好的呀 嗯 那他梦到穿这个 如果你说是身体上每某个部位变成了水果 那就有问题 如果不管你放在哪里 只要是只要是拿出来还是新鲜的水果 他还是有利可图的呀 哦 明白 感恩师傅 好了好了 那那 对不起 他他梦见穿初夏的黄袍子是 于是他以后会出家吗 上辈子和或者这辈子都有可能的 嗯 哦 好的好的 感恩师傅此备开始 好了好了 师傅辛苦了 嗯 请师傅加持黄子弘法顺利 感恩师傅 多长点智慧 听得懂吗 嗯 明白 现在还在108遍离佛 哦 信经在念 嗯 师傅您看我这个根基要念几年 大概才能开悟 慢慢念吧 哦 今天比昨天开悟一点就好了 再进步就可以了 好吧 好的 感恩师傅 师傅保重身体 他们自己也这样不几倍 感恩师傅 嗯 好 今天因为时间关系的节目就到这结束了 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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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